二十多个国家的挑战者 现场挑战生命极限 他将挑战的是鲨鱼 你们以为难度就是这个吗 你们太少看挑战不可能了 挑战不可能 让生命绽放奇迹 天行间 军机自强不息 挑战不可能 二十多个国家的挑战者 现场挑战生命极限 这就是今天我的一位 怎么可能会有一个 几乎是两层楼那么高的坏子 是不是不可能 不至于不可能 那又怎样 这有点太嚣张 天行间 军机自强不息 我一辈子也没有看过 这么困难的挑战 现在我们要玩真的 杀人 你们以为难度就是这个吗 我真的腿有点发抖 我妈妈 飞机会跳舞啊 真的跳舞 你们以为难度就是这个吗 太少看挑战不可能了 我妈妈 漂亮 挑战不可能 让生命绽放奇迹 有请主持人 布萨费银 平凡生命 极致战放 欢迎各位来到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大型励志挑战节目 挑战不可能 锐意前行 借由我定 挑战不可能 由全方位领先七座SUV 长安福特瑞介 独家冠名播出 激荡脑力激发潜能 挑战不可能 由核桃主领导者 六个核桃 独家特约播出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三个评委 享誉世界的华人神探 李昌宇博恤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的人生 座右银 就是使不可能 变成可能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挑战不可能 谢谢各位 欢迎李博恤 我们的火银歌王 享誉华语乐坛的 周华健 大家好 挑战不可能的重点 在挑战两个字 让我们一块来 面对我们的人生 挑战不可能 三位平板当中 唯一的一位女性 其温柔美丽 锐智于心 东青 谢谢大家 很多人说 你们节目的名字 挑战不可能 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 既然不可能 如何去挑战 而我想说 人之所以伟大 恰恰是在于 明知不可能 还是要挑战 加油 挑战不可能 极致绽放 我们的平凡生命 究竟蕴含着多少潜能呢 这些可能是我们平时 没有太多的时间和机会 去想的问题 有些在我们平时看上去 非常简单的动作 非常平常的事情 也许在这背后 都蕴含着我们自己 想象不到的生命潜能 比如说 平时吃饭 中国人用什么 筷子 三位评委 你们会有什么样的 关于筷子的问题吗 在古代的时候 筷子还可以做 盘头发的簪子 筷子呢 还可以做 有没有毒药在里面 银筷子 还可以用来打鼓 所以真的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 但是到今天 中国人究竟在三千年之后 能够把老祖宗 给我们的这项发明 用到一个什么样的 出神入化的境地 掌声请出我们的挑战者 您好 您好 欢迎来到 挑战不可能 请给大家过个自我介绍 听美乐少好 这次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东日照的赵文琪 现在在山东来屋 开了一个面馆 开面馆 太棒了 刚才我说到 跟筷子有关的东西 我能问一下 您身后这是熟吗 这就是今天 我的一双筷子 在解释到 是用那个 来当筷子的时候 我直觉它 好像是一个武器 这是一双筷子 对 您会像普通的筷子那样 一只手拿着它来用 和用咱们 普通筷子一样的 一只手 对 所以这副筷子的重量 是 三十多斤 三十多斤 那么长的筷子 三十斤的棍子 普通面馆的老板 完成这项挑战 是很难的 挑战者 我能触碰它吗 可以 我这是来建筑工地了吗 来 三位评委可以感受一下 我等你 这真的很重 两边 别三手 别三手 厉害吧 真的很重 华健老师感受一下 怎么用筷子 这是非所思的一个长度 那一根表情就已经很吓人 非常吓人 各位 在挑战之前 我出一道题目 这是个入门级的测试 好不好 好好好 我们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 测试规则 挑战者需用2.6米 重达15千克的 巨型钢支筷子 将不同的水果 以此假入 三位评委的手中 水果完整不掉落 即为通过测试 好 挑战者 开始挑战 我要告诉大家 在用筷子的过程中 我们运用到的肌肉 是50多块 运用到的关节 是30多个 我想说他会用肩膀来借力 这个都没有 我注意了很久 他真的只是用 他说只用三根手指的力量 他要先寻找平衡点 然后运气 这是一个气功 要闻 在这个过程中 水果不能掉落 要稳 好 再次运气 准确加重目标 起 走 稳住脚步 他还要上台阶 这个确实难度很大 李博士请接收您的礼物 谢谢 华健评委 整盘 整盘 看一笑 绿葡萄 绿葡萄 更小一点 嘴张大一点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好 厉害 来 大家已经感受到我们挑战者的实力了吧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刚才演示用的这个筷子 两米六 是他今天挑战 规格最小的一双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挑战者 进入挑战 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几乎是两层楼那么高的筷子 它已经不是筷子了 其实 选手用2.6米 3.6米 和4.6米的三双巨型筷子 分别加起生鸡蛋 生鞍纯蛋 和至今1.5厘米的小钢珠 将它们平稳地放置在瓶口上 作为挑战成功 每一双筷子 有两次挑战机会 好了 我们挑战者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可以开始挑战了吗 可以 好 掌声有请挑战者 开始挑战 首先他选择的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2米6的筷子 他的难度是怎么样给身上50多块肌肉完全地平衡集体的使用 那每一步30斤的重量 在几块手上的肌肉 更重要的 那蛋不能掉下来 不能加货 生鸡蛋 如果不小心 就有可能会将蛋壳弄破 而这样一来挑战就会失败 现在他已经接近了瓶口 第一个期待没有错的时候 他的那个表情就已经很深切的空了 其实他已经很累 我那个时候非常担心 很遗憾 第一颗鸡蛋的挑战失败 失败了嘛 就给我做出来的时候 还大的压力也是 挑战者使用长度为2.6米 重达30多斤的筷子 夹起生鸡蛋 在瓶口时 鸡蛋不进滑落 按照比赛规则 挑战者还剩最后一次机会 他能完成挑战吗 加油 好 他再一次 这就是中国人传统文化中的举重若轻 精细 稳妥 耐心 尤其是最后一下的耐心 成功 谢谢大家 过了第一关 你就当然很为大高兴 我心里没想 后面还有两根更夸张的筷子 他会怎么办 接下来更难 3米6的筷子 挑战鸡蛋 掌声有请我们的选手 进行第二轮的挑战 这鸡蛋比鸡蛋小了 鸡出面就小了 那蛋很容易就滑掉了 所以我很替他担心 最后这一下非常地关键 好 好 好 他完全是在一口气的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完成整个动作 太厉害 接下来更难 四米六的筷子 加起小钢猪 李博士 请您来现场检查一下小钢猪 检查检查 这个我的助手 华生 华生 去看一看 好 这是钢猪 这两个小钢猪 一针钢猪 看看 是 而且我试试看他的 好的 大概试一下 所以尽管钢猪不容易加破 但是它太光滑了 而且它最小 很难 我本来以为它这个筷子上有磁贴 磁贴 磁贴 所以我要试试看有没有 它有没有磁性 我拿得起来 您可以试一下 我要试一试 李博士想问题真的太周到 没有磁性 没有磁性 对 他怕说这个筷子本身有磁性或者怎么样 就容易一点 李博士我也可以一手拿一只 万灵了 试试看 您是要滑雪去吗 无法去 去掌控 掌握它 已经很难 厉害 厉害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四米六长的筷子 它由于上半部分一直在晃动 所以当拿起来的时候 这个晃动的部分可能会给你增添很大的困难 对 所以上面一晃动 下面就能够掉下来 所以这个挑战的难度应该是越来越大了 终极挑战 难度极深 从未用过的超长筷子 圆滑的小钢珠 面对如此艰难的挑战 它能成功吗 好 我们保持安静 让它进入到它的挑战状态 对面的就是这个小钢珠 它又小又滑 在今天的这个舞台上的长度和重量 这都是我从来没用过的 挑战一下我的极限 差一点加起来 但是太滑了 第一下没能成功地加住 它再一次调整了位置 上面它就画得太厉害 你必须用这个二指头 用很大的力气把它压住 不能让它动 这个受力点要找到特别的精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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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在动态中保持平衡 好的 我在注意到它的手 在不断地发抖 但是它的运气给它平稳下来 我会觉得它会失误 如果它失误的话 那我可能真的不会让它过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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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手的挑战已经结束了 根据我们的惯例 接下来我要交给三位评委 三位评委是否会让你进入容易殿堂呢 祝你好运 好 谢谢 加油 好 恭喜你 刚刚非常不简单 谢谢 我还是觉得很好奇 我们这次来大开眼界 很多的创意是从哪里来的 对 你怎么想到要开始练这个钢筷子 以前在我打工的这个餐厅 看到外国人用咱们中国的筷子夹小东西夹得很好 我就想能不能做一双大筷子创个记录什么的 你练这个练了多久啊 我现在已经练快的练了八年多 练八年了 每天练两个小时左右 所以练的时候你有没有受伤过啊 有 一起初练的时候我的手上都起水泡 很疼的 现在已经全部都练成这个老简了 现在已经成了我神气的一部分 我有一个问题啊 你当起了水泡受伤了 你当时心里有没有想放弃了 什么动力给你继续在 因为我从小上学的时候到现在 就没拿到一个奖状 因为我就想 我上学去的比别的同学都早 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 五点钟就到校 学校是六点钟开门 到了年中考试的时候 还没拿到奖状 我就想凭我自己的实力 拿到一个人生属于我的奖状 是个上进心 那这样我们给他一个奖状 锦辉 大的锦辉 哇 因为他一生没有拿到奖状 该的 该的 来给你挂上去啊 哎呀 谢谢 谢谢 他是个很普通的人 而且他的动机很单纯 他不是要出名 他只是说从小他没有拿过一次奖状 这么多年第一次拿这个奖状 也是太够心了 你有个梦想 你要达到你的梦想 是不可能 变成可能 我的跳 是能 谢谢老师 我非常喜欢你的创意 我们最怕是从零开始 怎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的 我们都很敬佩你 我的决定是 能 谢谢老师 你有没有想过 4米6是你的一个终点吗 还是你会有更大的突破 是的 如果董老师能跟我通过的话吧 我要有下次机会 我会把钢猪放到润滑油里面加出来 真的吗 把钢猪放进润滑油里面 油里面加出来 对 油 所以在油里面把钢猪加出来 那就几乎那个摩擦力就很小很小 太滑了 对啊 你以前有没有试过把钢猪从油里面加出来 现在还没有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对 你今天有这个勇气挑战一下吗 勇气 试试看好不好 好了 好 我们期待一下 好 好 问题是我们上哪儿找油去啊 上厨房去找点油 稍等一会儿 我们的工作人员 导演组的成员现在去车后备箱 拿润滑油 10到10分钟 没事儿 你去吧去吧 10分钟 这样 因为这个是零食 动物 我们加的一个等于像加赛一样的加式 考试的加式体 所以我们先制定一下规则 挑战者使用巨型筷子 将小钢猪从润滑油中夹起 并坚持三秒 即为测试成功 加式体成绩 不影响最终挑战成果 在这里我们见证的是挑战者 人生当中第一次挑战 他从来没有试过的一个项目 挑战能否成功 就看 实力了 对 他在寻找一个好的合适的定位 让钢猪先停留在筷子中间 好的 时间已经持续了十五分钟 他能完成这项测试吗 走 因为我实在是有限的 我觉得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赵文琪 对 他的体力包括 我们 是 把掌声送给他 我跟你说 赵文琪 如果说 在你家这个 游里的钢猪之前 我还有一丝丝犹豫 要不要给你过还是不过 那现在看了你刚才短短的这一个时间 对一项又新的一项不可能发起挑战 虽然最终没有成功 就这么短的一段时间打动了我 我要给你能 我要告诉你为什么 我就在想 这么小心翼翼的 这么努力 这么用力的 八年呢 他有多少小时 多少分钟 多少秒 就在这么小心翼翼的 用力的 费心地在做一件事情 他最初 在夹那个鸡蛋的时候 我想也跟这个钢猪一样 夹不住 夹破 夹到鸡飞狗跳 到今天 可以把这么完美的 一米六 两米六 三米六 四米六 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的节目 要的就是这种精神 是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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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的练习 五千八百多个小时的坚持 只为一个心愿 今天 在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面馆老板赵文奇 用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 实现了多年的梦想 赢得了专属于自己的人生勋章 接下来 让我们请出下一位挑战者 我们看到这位挑战者 在这辆模型飞机的尾翼上 悬挂着这样一个条幅 上面写着挑战者的名字 中国航母王牌飞行员 王牌飞行员 掌声请出我们的中国航母王牌飞行员 大家好 我叫何冲发来自广东珠海 现在在一家航空模型 公司做四季总监 四季总监 四季总监 设计总监 我愣是听成了四季总监 我想他们还分春夏秋冬四季总监 我听的是世纪总监 对 整个二十一世纪 都是他的 我觉得他特别有意思 就是他呢 其实是一个很内敛的人 但是呢 言语当中却又透露出内心的桀骜 比如说最后这个中国航母王牌飞行员 这是谁给你的称号 这个应该是大家公认的吧 大家公认的吧 大家公认的 对对对 但是这个的确是事实 的确是事实 的确是事实 不知道是不是自封的 说自己是航母王牌飞行员 我觉得他的自信 已经膨胀到略显张狂的样子 随风挺地的 年轻人不能太过于自傲 这个事实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请问 大家公认的呀 这个公认是从哪里来的呢 全场公认的呀 你说全场公认的时候 那条掉下来了 全场公认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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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自己都不太相信了 他就不太好意思了 掉下来了 不是 这个不是 真聊天在这里表演吗 你在林带当里买的 这样 这样上街容易被打 太嚣张了 我今天呢 在挑战之前 给大家带来了 一段舞蹈 哦 哇哇哇哇 哈哈哈 真的跳舞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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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漂亮 你看最后这个降落 停的这个位置 对 多漂亮 刚刚地停在前面 它整个的观感 给我是很自由自在的感觉 而且跟着音乐的节奏 它的动作 我现在就会知道 为什么那么人热爱航模了 就是你的心 可以跟它一起飞起来的感觉 但是你知道 玩到这个程度很难 我觉得最难的是 它头冲下的时候 对 它就是很难 就是停一下 松一下 马上这个发动机要起来 我能解释一下这个动作吗 没事 因为我从你的话里面 听到了另外一层意思 就你能少说点吗 让我来解释一下 正常的飞机 如果头朝下的时候 飞机肯定是会往下面掉的 对 对 就是 就那一瞬间 你的螺旋桨是反转吗 螺旋桨反转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因为螺旋桨反转 不可能说你往前开车 开到时速100 突然间就变成 突然反转 不可能的 所以我的螺旋桨是可以变 螺旨 就是说本来是这个角度 可以变成这个角度 对 那你就可以做到 它的善业是可以调角度的 但最重要的还是操作 说到底还是它厉害 还是非常厉害 对 而且你发现没有 它讲的刚才这段话里面 有好多好多的不可能 这样这样都是不可能的 对对 这样这样也是不可能的 但它都做到了 它都做到了 你真适合上我们的节目 挑战不可能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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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验证 中国航母王牌飞行员 到底有多厉害 他的挑战到底有多不可能 我们进入挑战环节 好不好 我们玩真的了啊 上 道 去 挑战规则 挑战者要在三分钟的时间内 操作遥控飞机 穿越场中的三处障碍 并采用三种不同的方式 熄灭场上的六十根蜡烛 即为挑战成功 在我们的现场 有两道道具墙 大家看到了 形状各异 把它做成了云彩的模样 中间只留下了 很小的穿行的通道 你可以比划一下 这个飞机如果是横着 是过不去的 它必须以这样的姿态 才能穿越这个通道 而且它的边缘 离我的飞机边缘 只剩下两三厘米了 对 非常难过 将将好 只给它留了两三厘米的负运 因为我就注意到 那上面还有一只蓝 对啊 我也看到了 那个怎么灭啊 那个飞机好像飞不过去 对 我先想一想 你想一想 对 它飞不过去的 那个怎么灭啊 我们所设定的一些挑战规则 也是比较极端的 在我看来 这个挑战还是非常难的 这次挑战的难度 比我平时的练习都难很多 挺紧张的 请选手进入挑战区 我宣布 挑战 挑战 开始 哇 真的好窄哦 哇 真的好窄哦 也不败 他使用 他使用风把它吹起 对 他这完全是靠螺旋桨的气流 哇 太棒 加油 他目前已经花去了半分钟 加油 不光时间的问题 它的电池续航能力究竟怎样 好 好 现在它要穿越第二个 非常难的障碍 这种挑战的话 因为在我的飞机里的边缘 只剩下两三厘米 飞机摆到边上就过不去那些障碍了 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我的天 这个从空气动力学上来讲 也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动物 哇 哇 我飞机全程是以俯冲的姿态去挑战 真的是没有任何控制的 我是非常的高度集中 一不然的话飞机就会摔了 有灭了吗 灭了灭了 灭了好几根了 但是注意时间啊 还剩一分半 哇 哇 还有两根 还有两根 还有一分二十秒左右 还有两根 还猜你 哇这太难了 好 又灭掉了一根 还剩最后一根 太难了一点 几岁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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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我们看 他进入到了最后最艰难的一个环节 这个怎么搞 这个怎么搞 在留下最小的空当的最后一道障碍墙前面 他要 哇 他要用螺旋桨去打灭他吗 这个这个 哎呀哎呀 好像太难了吧 我敢敢 这样子吗 用你的翅膀把它删灭呢 呃 是是这样 原来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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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漂亮 还有43秒 穿越障碍 穿越障碍还没结束 没结束 冲罚要穿越那个障碍 这个飞机过不去啊 过得去 过得去 一定过得去 这个怎么搞 不会吧 不会吧 终极挑战 中极挑战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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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本事 这样的本事 轻松 就是没有像往常 看一些挑战项目的时候 好揪心啊那样 我个人认为 这个挑战对他来讲 很难 我自己先说 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吗 真的很难吗 真的非常难 那你为什么 一定要用这个动作呢 不是 很难 我要告诉你 真的很难 没有没有 之前都是开玩笑 我个人认为 说他是中国航母 王牌飞行员 可能都小看他了 我是很多年的 全国航空模型锦标赛 冠军 然后也是 中国到现在为止 唯一一个在 世界级赛场上 比赛的中国人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首先我们要祝贺何从发 今天完成得非常漂亮 你刚才有介绍说 你是唯一参加 国际比赛的中国人 是真的吗 是真的 我刚刚所说的是 巴黎国际室内 飞行锦标赛 那个比赛是世界最顶级 世界的前50名选手 才能去的 你的控制器是 哪个国家做的呢 这个是日本的 当时那个 巴黎国际室内飞行锦标赛 到现在 亚洲只有我一个人 日本人还没去 日本人还没有去 真的 对 设备虽然是他们造的 对 但是控制是 咱们中国人做得更好 那你还有什么妄想 我希望带着我的飞机 在世界顶级赛场上 让中国人拿到前10名 我觉得 这个梦想是非常好的 谢谢 我有一个建议 你要给我们中国的国旗 挂在你的飞机的叶子上 基叶上面 是的 你很年轻 我知道今天的一个德语诗 对你来讲其实都不重要 也说老实话 这个不可能对你来说 其实还有很大很大的空间 我知道你是可以的 所以我先大胆地给你一个 不能 我的决定是 能 谢谢董卿老师 谢谢 很困难的决定 你刚开始走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太嚣张 这年轻人绝对要谦虚 我常常讲 他们叫我世界神探 我说神探之一 虽然你的技术很好 但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你要不断地挑战 不断地向前 你当不答应啊 我肯定答应 我肯定会 他肯定答应 他说 不是 他说 我首先答应 把那个领带上面 写上之一 之一 领带上先赶上 之一 之一 先从这步做起 好不好 好 从这步好好做 OK 就难 祝你 来 我们有请何冲发 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好 我会带着我的飞机 继续飞行 把它飞进去 谢谢 只要坚持挑战自我 不可能终将变成可能 我们相信 何冲发的小航模 一定会在着他为国争光的大梦想 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 极致战放 掌声请出 我们的下一位挑战 有请 你好 来 叔叔把你放在这里 大家 爸 我叫周杰几何今年五岁了 我来自广州 哇 他的口音可能带一点南方的孩子的口音 很难想象一个五岁的孩子 他要给我们挑战什么样的不可能呢 对啊 你告诉我们好不好 你今天来挑战什么呢 攀岩 攀岩 他要挑战攀岩 你看他回头看了一眼 大家看到没有 在我身后 有这样一个装置 从他的外形来看 我们说这个挑战项目 与其是攀岩 不如说是上树 而且他没有攀岩的那个踩脚的地方 那怎么攀呢 爬树 我看到这个树也蛮人工的 我还以为是一个戏剧表演 一点眉目都没有 五岁的周子和 如何完成他今天 这个不可能的攀岩挑战呢 你是不是要做一些准备啊 子和 你好吗 你好吗 你懂不懂讲广东话 Do you speak English 他摆在那个高台上面就不会讲话了 来 我恢复你的自由声 好 你是不是要做一些准备啊 子和 是 你看 好了 所以这个还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任何时候都要接地气 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大家别着急 等一下我就来 好 好 好 我们的小朋友已经换完了他的装备 掌声再次有请周锦和 这是谁啊 这是我爸爸 哦 这是爸爸 大家好 我叫周立超 是和和的爸爸 广东梅州人 现在在广州担任攀岩教练 也是国家一级的定线员 什么意思 就是每次大家看到电视上面 有攀岩比赛的时候 那比赛之前呢 是由定线员去设定那些线路 哦 定线 哦 定线员 对 好好告诉大家 一会我们要挑战什么项目 飞标攀岩 飞标攀岩 飞 听明白了吗 飞标攀岩 飞标攀岩 哦 人不用攀 飞标攀 飞标攀岩 我们风马牛的 完全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说出规则来之后 你们一定会感到震惊 一定会感到震惊 在六米高的木质岩壁上 父亲投射飞标 打出攀岩路径 女儿借助投掷的飞标攀爬登顶 拍下按钮 即为挑战成功 哇 我想问一下周先生 您平时也投飞标吗 有 您练飞标有多久了 差不多一年了 但是也是一个业余的爱好 问题是准不准呢 我印象中飞标都很不稳 小孩子又要爬 这个挑战我怎么想都不可能 因为你女儿怎么攀 然后飞标它一定要有一定的力量 插在木头上 对 你女儿多重啊 我女儿有三十斤 三十斤 数数抱抱啊 所以她的飞标进到木头里边 一定要能支持到四十斤以上 才能够稳定 对 三十斤重的小女儿 是否能够足以承载她的重量 顺利地安全地攀到眼顶 这个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妇女俩挑战开始 加油 加油 准备好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爸爸加油 爸爸加油 这可 我觉得没有扎进去多少 对呀 首先 第一 我觉得她除了要保证力度之外 她还得为女儿搭建一个最合适 这是她攀爬的路线 路线 她是定线员嘛 这个完全在于速度 出手的速度 她这个选择很科学 她先扔高的地方 把体力最好的这个部分 留给最难的地方 至少 现在已经开始往低处 它已经开始 已经开始在安排较低部分的线路 加油 其实扔到最后这个体力消耗是相当大的 时间过去了21分钟 父亲周立超已陆续投掷了100多枚飞镖 然而距离攀岩路径的行程还有一段距离 但周立超的体力却在不断减弱 他投出的飞镖能否为女儿搭建一条安全的通道呢 爸爸累不累 累 但爸爸为了你待会儿 爸爸 爸爸加油 爸爸加油 加油 哇 爸爸加油 我们现在看到的 除了一个挑战者在为挑战做准备这个表象之外 我觉得在这背后你感受到的是一个父亲 对女儿的责任 他是在拼了命的要为女儿搭建一条安全的通往顶峰的通道 爸爸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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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爸爸加油 父女俩之间的那种互动啊 很让人感动 好 周先生要看一下路线 目前怎么样 有几个关键的位置 我还要上去扔 我还要上去扔 所以基本上一次布线 整个板子上所有的飞镖差不多都要用到 因为我现在是在给和和和布一条线路 那么其实我也是在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去挑战 我只能给他布一条线 那么剩下的路是要他自己去走 他自己去选择判断和坚持 不一定每支标他都用得上 但是你必须要在可能的所有的点上为他设好线路 设好抓手 飞镖只是一条路 我们每个人的父亲都会替儿女铺一条路 爸爸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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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周立超投出的每一支飞镖都要对速度 力量 方向做到精准控制 顶端的飞镖对于女儿登顶尤为重要 在空中投掷飞镖 由于没有支撑点 更是导致父亲周立超投出的每一支飞镖都异常的艰难 父亲能否为年仅五岁的女儿搭出一条安全的通道 完成这项不可能的挑战呢 赛老师 可以了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好 等一下 我想检查一下 您想检查一下 这个小孩子的安全非常重要 您用您的专业角度来帮我们评判一下 这个安全性 我们去看一下 好的 这个斜度也没有关系 斜度应该上去的 应该这个角度是最好的 对 这几个角度应该给他 以前你挑过的 大概你现在目测他 他这个飞镖进入目中有多少 两个真的长度可能有一寸 有一寸 英寸 英寸 进去有一寸 大概进到一半 有的进到三分之二 有几个进了三分之一 所以他要选择很危险的一个 这个女孩可能需要一点点技巧 OK 好 谢谢李博士 父亲送孩子 踏上挑战的征途 再次以前 再次仔细地检查 女儿所有的装备 好 走 很好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OK 好 好好告诉大家 你有没有信心 有 有 有 二 一 挑战 开始 哇 好的 加油 加油 女儿非常的聪明 她选择那些 有的时候是扎在一起的 两枚飞镖 作为她的一个支撑的平衡点 她的脚的着力点很重要 加油 周星河 加油 很难为她的一点是 她要避开那些 她行进路线上 可能会对她造成干扰的飞镖 因为那些飞镖会挂着她的装备 加油 一定要坚持 孩子已经越过了第二块板 好样的 摆在她面前的 还有两块板 漂亮 加油 中间到第三格的时候 我觉得她已经慢了下来 有点担心 注意 一脚 加油 加油 你要坚持啊 加油 好的 你要坚持啊 稳住 对 先试一试 好的 你要坚持啊 女儿正在沿着父亲给她搭建好的一条路线 一条安全的支撑点 在向着自己人生的高度攀爬 好样的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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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快到终点了 好的 漂亮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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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喜欢这样的一个表演形式 或者说我很喜欢这样一种父女关系 通过攀岩要懂得能够吃苦 要懂得去攀登 即便是爸爸妈妈 也只能是给你指一条路 可是最终还是要靠你自己 父女俩的挑战按照我们的规则已经成功了 所以接下来我会在荣誉殿堂等着你们 加油 祝你们好运 你们合作这个项目有多久了 大概也是两三个月的时间 两三个月 刚开始的时候和和有没有完成不了或者害怕 有的 一开始我们是先给她两米高的 慢慢地就让她尽量独立来完成 不要怕失败 不要怕困难 在困难面前是一定要去坚持 要去面对她 对不对 我觉得你在这个训练女儿的过程当中没有心疼过吗 很多家长舍不得 你不会吗 她如果能坚持她的兴趣 追逐她的梦想 我们就支持她 但是如果她长大了 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她想选择其他的路 我们也会尊重她 但是我觉得做爸爸的 一定要替女儿做点什么 最少让女儿知道她爸爸 有为她付出过 曾经为她做过什么 好 很感动 我觉得 就是 我小的时候 我爸爸对我非常非常严厉 我有一度很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可是当我长大 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 每一个父母都会亲近自己的所有 去爱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特别羡慕你们 将来会有很多特别美好的回忆 爸爸 加油 你要坚持啊 加油 加油 其实你是专业的攀岩运动员 所以你应该知道攀岩项目是 从登山运动衍生出来的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地去追溯攀岩的话 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祖先 最初是为了捕猎或者是躲避敌人的时候 一下子一跃而上 那今天我真的看到了很特别的一个表演 当然不是逃避敌人 恰恰是和最爱的人在一起合作 共同来完成这样一个项目 我觉得这个项目里多了很多很多的 人生的寓意在其中 我真的非常欣赏 但是我要讲的是 作为我们今天挑战不可能舞台上的 那个挑战的难度上来讲 可能没有达到我所预期的那个高度 所以分两部分 我只能说 对不起 不能 谢谢 应该说我们很多人都跟你一样 很多人都已经是父亲了 我们也都很爱我们的孩子 可是 大部分的我们都没有办法像你这样 那么有勇气 用挑战不可能来 表示你对你孩子的爱 我的决定是 恭喜你 能 我从小就没有包包 所以看到你们今天妇女的感情 飞镖的用心 所以我的决定是 我们有请这对父女走进我们今天的荣誉殿堂 年纪五岁的和和 在父亲的陪伴下 挑战成功 父亲为女儿大出的登顶之路 让女儿在这个舞台上 收获了勇敢 祝愿和和妇女 在今后的岁月中 共同攀登 人生更高的山峰 长安福特瑞界2.7T V6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超强动力 挑战不可能 本节目由长安福特瑞界独家冠名播出 激大脑力激发潜能 本节目由核桃主领导者 六个核桃独家特约播出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我们都知道 人类和动物之间的情感 往往会集中在那些 和人类比较亲密的动物之间 但是 有那么一些动物 长久以来 一直在人类的恐惧的黑名单当中 人类一想到这些动物 往往产生的是恐惧逃避的心态 比如说 鲨鱼 鲨鱼 跟这样的动物之间 人究竟能够发展出一种 怎样的关系呢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这位挑战者 不可能的挑战相 挑战不可能 大家好 我是雷月 我现在正在位于加勒比海的巴哈马 因为清澈的海水 这里成为了世界各地潜水爱好者的天堂 同时 也是属鲨鱼的天堂 有一个人将会对鲨鱼进行挑战 当然这个挑战者不是我 而是我身边的Christina Christina是一位潜水教练 她有21年的丰富经验 然而今天她将挑战的是 鲨鱼 鲨鱼 你今天的挑战项目是什么 不可思议 她说她今天要 催眠鲨鱼 催眠鲨鱼 今天我们面对的鲨鱼 大概会是多大 大概会是多大 大概会是10至15 哇 10至15 现在Christina正在做最后的准备 因为她已经预测到 我们现在船的底下 有一大群的鲨鱼 而且我可以看到 她身上是重达20磅的 这个防沙壶 这个是全刚制的直指甲 它可以防止在鲨鱼 靠近的时候 意外的发生 好幸运 谢谢 克里斯蒂娜已经下去了 到底克里斯蒂娜 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完成挑战 我一会下水就告诉你 我走了 克里斯蒂娜和我们的设置组成员 已经潜入了海洋深处 她必须在有限的氧气供给时间内 寻找到那些野生鲨鱼 并完成挑战 天哪 克里斯蒂娜已经被鲨鱼包围了 现在唯一能够保护她的 就只有她身上的防沙符 今天将要进行的挑战项目是 将鲨鱼催眠 并扯为一直利于掌心 它必须坚持至少60秒 克里斯蒂娜现在正在寻找催眠的目标 他不断地抚摸鱼 克里斯蒂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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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断地抚摸鲨鱼 让他慢慢地安静下来 难道他已经被催眠了吗 第三次尝试 鲨鱼看起来 睡得又比刚才沉迷些 应该可以了 这次尝试 太遗憾了 终于成功地立起了鲨鱼 但是只坚持了22秒 氧气也即将耗尽 Christina只能再次尝试一次 出于安全考虑 之后他必须放弃挑战 返回海面 好的 他成功地揽过了 今天的最后一条鲨鱼 他是否能够抓住这次机会 成功地挑战不可能呢 在Christina的抚摸下 鲨鱼一动不动 好像已经睡着了 也就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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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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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极为专业的事情 绝对不要轻易模仿 今天我们看完了挑战之后 一定要把挑战者请到我们的现场 让他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此不可能的挑战背后究竟 奥妙何在 掌声有请挑战者 这身装扮一上来之后完全让我们眼前一亮 另外一种风格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会在如意殿堂等着你 祝你好运 谢谢 所以我们还是很好奇 那个一分钟啊 六十秒的时间 到底您做了些什么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因为人家和猫要有关系 猫要想要被捕 然后一旦 一旦猫是好和放松 你只捕她 然后你转她 然后在那时 她只是放松 所以她是 你懂得 在睡眠 她在 抚摸她的 她的部分 那在最初开始的时候 难道你没有任何恐惧吗 我会有什么呢 我一直在有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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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这些人 他们在想 让让人们看 我看到 在这些被子 看得美 和危险 他们有 我他那样 我 olduğu 我又有 彩票 使我 无关 由我 我 所以 这是最后 这个 就跟他 三分钟 to convince the shark to stay she has a hook inside our throne then I open our jaw obviously she doesn't like that and so she swims away after I remove the hook now she loves to come and depend and she became my special shark now I actually brought some of the hooks here that I removed from the sharks I collect them yes do you think I will shy you that sorry that's really how do you go ma yeah these are all taken out from the mouth of the sharks what what oh well you guys need to solve this is my magic box you know I'm not sure how to handle the horse to lie and I'm not sure how to handle the horse to lie and I brought something for you as well thank you 谢谢 谢谢 这来自鲨的嘴巴 谢谢 哇 这是鲨鱼血吗 流在上面的吗 哦 就是希望我们保护动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鲨鱼是人类的天敌一样 但是也有科学调查 2013年的时候 鲨鱼每年袭击人类致死是12例 可是人类捕杀鲨鱼的数量是多少呢 是它的几百万倍 哇 可能我觉得今天这个挑战项目 它的更大的意义是唤起我们对鲨鱼 包括对海洋生态链的一个保护 收到了这样的一个鱼钩 作为一份特殊的见面礼 很有意义 它在提醒我们 人类可以停止对鲨鱼的伤害 你刚说你是鲨鱼的代言人 我非常同意 我想把它称为是鲨鱼者 鲨鱼的鲨鱼是语言的语 以前我从来没想过 人跟鲨鱼之间可以有个那么平衡的画面 然后非常谢谢你带来了那么多重要的讯息 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到鲨鱼 谢谢 谢谢Christina 谢谢 我们只有一个 能 一个又一个 她这二十年来从鲨鱼的口中掏出的人类想要捕杀鲨鱼的一个又一个的鱼钩 我突然觉得这些就是Christina的珠宝 对她来讲可能比珠宝还要珍贵 如果说珠宝只是装扮了我们的身体 那Christina今天展示的这些鱼钩向我们展示的就是一颗最美丽的女性的心 那今天对于你的挑战 我的决定也是 能 你能说鲨鱼的语言 你只是通过鲨鱼的课程 我说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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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年的朝夕相处 克里斯蒂娜用自己的爱作为语言 缔造了人杀之间超越生命的默契 实现了跨越物种的沟通 她是当之无愧的鲨鱼者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设置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么一个角色 叫做挑战大使 因为节目播出以后呢 很多的挑战项目让观众非常的震撼 很多人都想亲身尝试一下 包括很多的明星 接下来我要为各位介绍的就是我们的一位挑战大使 掌声有请黄紫涛 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 黄紫涛擅长的是音乐 今天来呢 先让黄紫涛挑战一个 我们可能马上要呈现的项目 好吗 好 你同意吗 我同意 这是你说的啊 我说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会不会有危险于我们的挑战项目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架势就知道不一般 来之前你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挑战项目吗 这个 这个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首先第一 不会让黄紫涛处在危险当中 这样我们会给你提供高空的绳索保护 其实我那个 我有恐怖症 当时小时候我可能七岁的时候 在那个上面走这样的东西 但没有那个酒瓶 比这个稍微矮一点 但是我走就掉进沙子里面 然后从那以后就再不敢上那种 单独的就这样这样 这属于就有童年的心理阴影 我可以 你可以不去 真的 怎么样 既然是挑战不可能 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的经历 我觉得挺好的 好 我跟你一块上 但是我能不能先上厕所 上厕所 这他是真害怕的 脑袋上都出汗了 是是是 我先上去替他探探路 我的天哪 我真觉得你们要是 你应该上来看一眼 就你不用走 你感受一下这个 子涛呢 我个人认为 子涛可能现在已经出门打了一辆车走了 他可能不会再 回来了 回来了 子涛 来 您来 我真腿有点发抖 没关系 你现在说放弃还可以 而且也没关系 大家都能理解 我不会放弃的 我们的挑战大使 要的就是这样的状态 加油 子涛 我只能帮你帮到这儿了 他确实有点 有点对高度有点恐惧 子涛现在心里肯定后悔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不是 我觉得我走平色肯定会掉下去 那我就走这个边可以吗 我认为可以 我认为只要他能 对 只要他能成功地从这钢架子上走过去 我觉得这本身对你自己而言就是个挑战 这时候不能喊了 安静 你喊再把他吓着 我好害怕 这个时候脑海里想起了一部电影叫追捕 一个非常著名的段落 谁跳 往前走吧 不要看两边 看着前面的蓝天把自己融化进去 哥哥你能不说话吗 你已经走了三分之一了 他的腿已经开始抖了 你如果不行的话可以随时放弃 好 好 哦 哦 快疼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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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缓缓缓缓 一脸的汗 我的天 这个挺吓人的 我别说他了 就我站在旁边 一直看着那个 都挺吓人 可是我总是觉得 有这个机会 体验一次以后 一定会克服 更多以后的恐惧 现在的真实感受是什么 你后悔答应刚才上去 因为这么多观众在这儿 你可能 不后悔 因为真的害怕 其实真的只是在那一瞬间 当你做任何事情 你开始已经行动起来以后 你可能那一瞬间会感觉到害怕 但是当你下来 当你结束那一瞬间 你觉得自己很幸福很开心 好了 黄子涛刚才 用他自己的体验 告诉了我们 挑战不可能 所有的这些项目 他的难度 他的惊险 以及他的极致 究竟在哪 那么接下来 我要告诉各位 黄子涛刚才 挑战的项目 对于我们这位 真正的挑战者 他要挑战的项目来讲 可能 十分之一的难度都不到 接下来 让我们掌声正式请出 我们的挑战者 大家好 我叫陈宏庆 来自福建厦门 我是一名农村晚店的掌柜 那我的业余爱好是独轮车 谢谢大家 你今天挑战的是独轮车是吗 我今天挑战的项目 是高空独轮车 过啤酒瓶 挑战规则 在距离地面五米的 两座高台之间 啤酒瓶 一字排列 组成一条通道 挑战者将骑着独轮车 从高台的一端出发 顺利到达另一端 即为挑战成功 挑战者 共有三次机会 人的平衡能力 它是有参照点 是 比如说你在地上走马路牙子 可能谁都走得挺好 因为没事旁边就是地面 你有参照点 但一旦把同样的跟马路牙子 一样宽的平衡目 架到五米高 你地面一下子不见了 你的人的平衡就失去了 李博士 您是知道独轮车 它的一个最大特点是 它骑起来 它的轮子 它是两边摆 它为了保持平衡 它的轮子永远是在两边摆 它是不可能永远 成为一条直线往前走 是 那我想问一下 你离开地面骑这个独轮车 你是怎么想的呀 我在挑战这个项目之前 其实是受到这个 高空走钢丝的这种启发嘛 那我就有种想法 把这个独轮车 从地上 骑到天上 在录制前 挑战者曾多次尝试挑战 失败 失败 仍然失败 所有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在无数次的跌落之后 今天的它 怎会完成这项 从未成功过的挑战呢 好 第一次挑战 开始 我好尊重 好尊重 所以瓶子当然有一定的危险 万一这个瓶子被压碎了 它整个人也会可能受伤 我听说 它在彩排的时候 在练的时候 没有一次成功的 说天下 还可以 你去找这个人 我去找这个人 你看 那个人 在录像 有什么人 在录像 这样 都可以 到了 我们 干嘛 要是 没事 我宣布 陈重庆挑战成功 我战胜的恐惧 我最近这段时间 所有的复苏 我觉得都是值得 这样三位评委 选手挑战已经成功 我和黄子涛将到荣誉殿堂 等待你 祝你好运 希望能在荣誉殿堂见到你 谢谢 我也希望能在荣誉殿堂见到你 谢谢 走吧 子涛 那陈重庆你 你练独轮车有多久了 我六年前开始学习独轮车 六年前 对 我以前是在厦门一家外资企业 做这个进出口的主管 做主管 对 现在回到了福建农村开网店 因为我在厦门将近二十年的这个时间 那我真正能够回家 陪我们父母亲的时间非常的少 今年春节的时候 因为我的父亲 他骑摩托车摔倒了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然后眼角缝了十几针 鼻梁骨也骨折了 全身多数的擦伤 那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下定解决 不再给自己找任何的理由 马上回家 但是他对你这次从城市回到农村 出于照顾他的这样一种想法 他是什么态度 他有反对吗 我没有跟他说 我回去是为了照顾他 我是说要回去开晚店 不然他也不会让我回去的 但事实上等我回去的时候 我又能够感觉到 他又焕化了晚日的这种青春和活力 因为他以前都很多年不再去弹琴 拿二福了 当我回去以后呢 他每天有事没事都会把他这些 古老的爱好又拿出来 我感觉他又变得更加年轻了 就是因为你回去了 是 我在他身边 他就觉得特别的好 我能够感觉得出来 对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他其实非常厉害 是我的偶像 也是我的骄傲 他齐情书画样样精通的 我觉得很多都是爸爸说 我儿子是我的骄傲 我还很少听到 儿子非常认真的说 我的爸爸是我的骄傲 那我希望在未来 我能够成为我父亲的骄傲 非常好 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会说 哎呀 陈重庆他爸真有福气 老先生有这么孝顺的一个孩子 愿意为了他放弃城市的工作 可是我想说的是 我觉得真正幸福的人是陈重庆 为什么 因为父母在 家就在 因为父母在 你会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有那么一个人 爱你是不求任何回报的 他在你的背后 是你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 很多的年轻人 爸爸妈妈在身边 不要忽略了这一部分 好像觉得是理所应当的 好像觉得他们每一天都会存在 他们打电话给你 他们希望你回家 他们叮嘱你 他们关心你 他们无论你走到多远 他们的目光都会追随着你 觉得这一切都好像是 应该的理所当然的 不 有一天你会失去的 不要等到那一天 你才开始后悔莫及 所以在还来得及的时候 可以抱一抱你的父母 可以也为他们做一些什么 可以在你忙的时候 他们打电话给你的时候 稍微多一点点耐心 所以我的决定是 谢谢老师 你从人的那个角度 你的孝心 你的决心 这一点我都非常非常佩服 而且 我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愿意跟你交朋友 可是从挑战不可能 那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不可能 我还是有所保留 我今天投的是 不能 因为独人车的关系 它那个橡胶 其实跟那个瓶口 它有更强的一个摩擦力 跟附着力 其实反而是会 比较容易一些的 这个呢 我本来想要给你 不通过 但是呢 我从小没有抱抱 所以我希望 我能陪爸爸 都不能陪了 所以我准备 给我的权力让给 你先说你通过 还是不通过 我请个人代表我 好不好 请个人代表你 按这个扭 按这个扭 所以我们 有请 这是谁啊 这是你 今天跟儿子打个招呼 看 看到儿子要干呢吗 太棒了 太棒了 大胶 呐 呐 啊 我觉得晨晨庆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我觉得你下次就抱着爸爸 就呜呜地就哭起来了 那 他是我爸爸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没人能够取代 所以很多很多事情 我们没有表达出来 没有说出来 我把它放在心里面 也许我的父亲他不会明白 但是我希望他慢慢会明白我的用情 知子莫如赋吧我觉得 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 你放弃了夏文的工作到农村 他就真的明白 你是为了到农村赚大钱吗 他完全知道你在过什么样的生活 他也一定能够体谅你的心情 只不过他也没有 把他的那份感受说出来而已 可是他满足地 把他已经许多年都不拉的 二胡又拿出来了 就说明他真的感到幸福 所以我觉得 今天你们来到我们的现场 其实你们的泪水和拥抱 也让我们分享了一个 很温暖和动人的故事 我们也应该再次用掌声祝福他们 谢谢 我觉得今天你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真的看到了一颗 非常善良孝顺的心 我请你代表我按这个钮 来 我请你到台上来 小心 来 您上这边来 这个绿色的按钮 这两个钮呢 你要选红的还是选绿的 你先跟他解释好不好 这个绿色的按钮就是一个通过的按钮 每一次我们三位评审 在经过非常慎重的考虑之后 我们都会按下这个绿色的按钮 刚才李博士他把按下这个绿色按钮的这个机会 交给了您 交给你 让您亲自为儿子 用这个感受 按下这个按钮 好吗 来 来 能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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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在不远游 经历了现代都市的繁华 陈重庆选择坚守孝道 我们在惊叹他独轮记忆的同时 更被他的家庭责任感所打动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陈重庆 进入荣誉变堂 热烈前行借我稳定 本节目由长安福特瑞介 全方位领先七座SUV 独家冠名播出 激荡脑力激发潜能 本节目由核桃乳领导者 六个核桃独家特约播出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感谢北京市丰台区政府 北京原部员 对本节目的录制 提供场地支持 欢迎打开手机百度客户端 搜索at挑战不可能 登陆节目百度 提拔参与节目互动 登陆短视频社区 美拍参与节目互动 登陆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凤凰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网易新闻客户端 搜狐新闻客户端 一点资讯 今日头条了解 节目最新动态 感谢收看我们的 挑战不可能 下周再见